西藏第一座寺院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在连师族前我们双手合十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青浦深山 身为福藏得同的殊胜种姓刹那复苏 向着连师的国度继续前进 桑椰片 礼拜供养之后 我们继续参访圣迹 在一块刻有连狮形象的石壁潜艇住了 上师笑着对我们说 这里就是去往乌金岔土的大门 修得好的话 你们可以从这里直接到乌金岔土 原来这里就是久闻其名的 清朴乌金岔土的大门 师兄们都被上师的话语斗得兴奋异常 纷纷趴到大门上做出敲门的样子 上师让大家围坐在乌金岔土大门前 休息一会儿 此时此刻 任波切仿佛又回到了那遥远的过去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连狮传法时的一幕幕画面 身为福藏得同的殊胜种姓 刹那复苏 一位师兄见此书景 趁机将原本准备挂在乌金大门上的一条哈达 默默地敬献给了上师 自在无碍的上师早已辨知弟子们虔诚的清静愿望 明觉一切的增上法源均已具足 此次朝圣取葬将会利益无边的众生 并对未来的佛法广宏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 于是任波切欣然接受了弟子们的奇情 济然而入甚深禅定 此次朝圣之旅中 攫取福藏的吉祥缘起 由此开启 片刻后 上师紧闭双目 轻轻地开始说 今天 我终于带你们来到了乌金岔土的大门 我希望 大家都要发清静大愿 要好好修行 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能够带着你们所有人 一起去往乌金岔土 都能成为连师的上手弟子 上师的声音虽然很低 但我们仍然听得非常清楚 泪水模糊了我们的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师向乌金岔土的大门 深深顶礼 并迅速在大门左侧的门缝里 找到了护法交付的物品 然后起身离开 朝着连师洞的方向 大步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